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武警体制出现大改变,明年1月起,指挥权从国务院一出,改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对此,中国网友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算紧抓武警指挥权,动手屑凡,直言是变相扩权。 新华社周三、二十七,傍晚发布的新闻指出,从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队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的指挥体制。 根据新出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武警部队为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 新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四个议事,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稳定运行。 其他媒体指出,中国官媒早前称武警部队指挥体制改革式按照军事军,警示警,民事民原则进行,军事军代表武警将剥离多警种职能成为军。 此外,地方政府过去应拥有武警指挥权衍生不少问题,包括坊间盛传,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2012年企图用武警力量发动政变,破坏18大接班。 对于这项改变,中国网友表示,各省诸侯梅军权了华重点,中央统一领导明白了梅。 还有人说康师傅指周永康发动兵变清军策失败,让维尼习近平意识到任何武装力量不能让政府所有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